丑丑丑丑丑丑丑我丑你丑丑花 不听话 你看看 stalk 你看一下你畢竟一点都不乖 你说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 要哭的人是我 不是你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夏好运 今天晚上英姐约我们去喝茶 还给我们买了很多东西回来 回来的时候呢 她还送我回来 因为下午的时候 我那个车没有油了 因为没有头盔 加不了油 所以英姐就送我回来 还给我买了鸡蛋 买了一项面 还有那些腊肠这些 她今天还有一个亲戚 在那里一起喝茶的 她是在那个新兴幼儿园那里上班的 今天晚上我也问了一下她 到底啪啪上幼儿园 一个学期到底要多少钱呢 她说她那个幼儿园的话 可能在新唐的话 收费还是蛮高的 第一个学期 新生的话就要 一万零五十多块钱 她说因为第一个学期 要买那个床上用品 所以要贵一点 到了第二个学期 就没有那么贵了 但是总体来说 她说上一个幼儿园 是比上大学还要贵 我也觉得 为什么现在的幼儿园 那个学费那么贵呢 真的 还说义务教育 真的 我感到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她让我回去 跟我前夫好好商量一下 要不学费就一言一半 要不就把泡泡的户口签下来 上那个公立幼儿园 如果上 就是像我们这样 外来人员 因为我不是新唐本地人 我是广宁人 因为我的户口 跟泡泡的户口 都是在广宁的 所以啊 哎呀 现在我真的很头痛 我又要这段时间 我又要上传 那个营业执照 食品的要五千多块钱 所以 刚开始啊 那个扩款 又要压半个月 所以真的压力非常的大 前天吧 二十五号 我才揪了房租 房租这个月的 房租是一千二百八十块钱 我感觉真的 压力糟大 真的 还有人让我不要做这个自媒体了 让我去找一份工作 好好的去上班了 因为现在做自媒体啊 播放量又不高 然后 带货的话 那么多人带货 他说 你也不是做得很特别 特别好的那一个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你都知道 我带着泡泡 怎么样出去 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呢 是吧 而且 啪啪上幼儿园的时候 星期六星期天就放假 如果你请一个人带的话 我也请不起哦 我只能现在做这个 我想一下吧 我就要去跟我的前夫相量一下 因为这个啊 我真的不可以意气用戏哦 要读的话 要读三年呢 是不是 是不是读三年吗 幼儿园哦 我不知道啊 我大概问了一下 那个费用 我都已经头痛了 过两天 我回去广林 改天我给前夫打一个电话 问一下他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泡泡 把户口迁到他那里去哦 因为他在这边本地的话 可以上那个公立幼儿园 就不用那么贵了 看一下我户口本 都有两个哦 因为那时候 我上户口的时候呢 有一个户口在这里 他说挂丝的话 就重新打一个就可以了 不用我再寄回去哦 所以呢 那时候就打了两个户口本 有一个户口本呢 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的 那时候还没有加泡泡的那个名字上去哦 这个呢 是加了泡泡的名字上去之后的 那个新的户口本哦 你说要我生一个 压力都那么大了 要我生两三个的话 我真的都喘不过气来 看一下这是泡泡的那个户口哦 黄诺言 哎呀 上幼儿园真的 真的超大 压力超大 真的 你说啊 这一年 就是一年下来 要两万多块钱 中国的教育 我感觉这一步真的做得太不好了 以前我记得啊 我的那个直指在新唐上幼儿园的时候呢 就是四五千块钱吧 最开始的时候三千多 现在几年涨了 那么多 真的 别说现在不讲计划生育了 就算真的给你生了 也不敢生 我感觉压力很大 不行 好了 改天跟我前夫商量一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给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